接着来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1月2号周二 盛河西国际机场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背包 机场随即关闭了背包所在的B后机大楼 B后机大楼主要由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使用 2号上午10点被关闭 在确诊背包没有问题之后 B后机大楼中午重新开放 A后机大楼在事件过程中保持通常 加州大学巨金山分校的教授本杰明查菲 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 任何形式的烟草代替品 包括电子烟 咀嚼烟 水烟和鼻烟等 都会使十几岁的青少年更容易迷上传统香烟 这项调查跟踪了1384名12到17岁的非吸烟青少年 一年后 他们由4.6%开始吸烟 那些尝试过烟草代替品的人 吸烟的可能性比没有的人高出一倍以上 打击残障停车证滥用的SB611法案 从2018年开始生效 目的是确保那些有这项需求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福利 截至2016年6月底 加州约有8000名百岁人锐 但却发行了将近26000个 百岁以上长者的残障停车证 SB611法案要求加州DMV 每季度对申请进行核查 通过与州府健康部门的合作 以确保申请人的医疗信息的准确 残障停车牌的更换也将被限量 以前是不限量的 今后每两年最多能换4个 新坦记者曹景哲与伪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